刺客信条的新作兄弟会已经推出了 这一次虽然是外传游戏 但是游戏的内容依然是十分的丰富哦 并且首次加入了多人联机的模式 至于故事方面 这一集将会是延续第二集的故事内容 而这一集的故事内容是讲述刺客主角 因为根据地被伯基亚家族袭击 于是他决定返回罗马自己复仇大地 刺客信条兄弟会强调经营玩法 这次玩家需要在罗马图斯各区店铺 用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另一方面 玩家还可以透过招募革命者成为刺客 再指示他们去各个地区执行任务 当然首次加入的多人联机模式 可能更加令人感兴趣 玩法不但很多 而且还令游戏变得耐玩